立正 走 請坐 請坐 王先生那個轉播系統有開始嗎 ok 我要小問因為 我們現時在這裡上課的資料 都是同步 全美國 全日本 全世界都看得到 尤其是中國政府也在看 美國政府也在看 日本政府也在看 所以我們在這裡上課的東西 可以說全世界都非常的祝福 剛才我們的副總理 跟我們講很多 我們的議長 我不知道大家的目 我們的長議長在最初前 他跟副總理 如果我們三個 我們已經辦幾次 我們就在這裡幾次了 你不能想說我們在這裡 現在這上課 都吃無聊的 你們交多少錢 我也都照常你交 不過我們是 一個禮拜交 所以我們只交三千塊 這你們應該可以兩次也對不對 我們三個 每次也交三千 是怎麼說月子 所以有的人會覺得 有九五千 這麼多 有很多 你想想你去民宿 一天要多少 你自己應該心裡優所 你坐在這個地方 你看看 坐在這個地方 這本來都是什麼 都辦公 都辦公 公條 變成辦公室 這個這個這個 我們的九神 我條件要這樣說 是因為這個有轉播 給美國那些台狗 日本的台狗 世界的台狗 知道說 我們很認真 當然你們國會會問 剛才那個 蔡集園創總理就在說 怎麼會合作台灣民政府 這有合法嗎 還沒有 可以跟它合作 台灣共和國嗎 有嗎 還是台灣民市政府沒有 你有這樣想嗎 有嗎 你有這樣想嗎 都不敢說 來心其實有在想 奇怪 你們這些人 怎麼不需要用台灣共和國 我們就很喜歡台灣共和國 你們不需要用台灣共和國 不然台灣國也好 各位 所有的台灣國 台灣共和國 台灣民市政府 這三個 如果真的有出現這個二月的時候 那都是雞包 像我都說那是雞包 那就一定要用台灣民政府 其實台灣民政府 真真真正的名字 叫做台灣 Civil Government 台灣民民政府 台灣民民政府 是平民政府 政府 Government 台灣民民政府 你有看到 本來的名字叫做台灣民民政府 台灣民民政府當時設立的 2008年 2008年 二月初日 全世界 聽清楚 全世界 全世界 因為建政 以後 這麼設平民政府 我們算最萬的 台灣人最公的 第二公的 什麼人你知道嗎 管道 管道到1950年 這麼設立 平民政府 我們不怪 管道1950年這麼設立 為什麼管道1950年這麼設立 因為1898年 美西戰爭 西班牙 戰敗 將這個管道 掛給美國 一直掛四個地方 波多尼克 管道 古巴 跟菲律賓 這個管道 你知道管道那個島 我去管道嗎 我去會請你押手 管道 不要啦 你不要去 你押手 沒關係 我不是國水局 你對你押手 沒關係 現在也有人不去 我跟妳說 管道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那些地方 天氣夭壽好 那魚夭壽多 都不用造型 啊 主人 青菜 說得 粗糯 青菜 靠陋 可以吃 所以管道的人 根本就不想 建立自己的國家 因為 美國 紀念 我給美國 美國你紀念 是我管道的主人 我如果沒有錢 我就向美國 拿就好了 所以管道的人 不要建立 到六倍還是什麼人 撞不住 是美國撞不住 等一下 你們更快 成立你們的 民政府 你們自己要成立民主 當地老百姓自己成立民政府 最近 美國有跟我講 去年就跟我講 他說今年 無論怎樣 那個波多離國 自己競爭啦 到底是要變成美國的一個酒 還是自己自己 自己競爭 美國說 這波多離國的人 一樣 真拼大 就知道美國你貼 所以他就不做事 他就不用做兵 國防是美國你負擔 啊 那如果沒有錢 就美國他純粹啊 所以美國已經撞不住了 美國現在負責很多 所以美國說 今年無論 怎麼要叫那個 波多離國 要講到 最好說 他們自己去見過 想想的 台灣跟他的情形 你想想 有人在說 我們台灣到底是怎麼來 我相信在座各位 當然你如果 看我去找 你不一定會知道 但是坦白說 台北那 台灣人都不知道 你如果問說 台灣怎麼來 那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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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過過沒話說 那個庫本就有寫的齁 寫是寫 你看看中華面我講的 到會看 你聽我講喔 馬關條約啊 因為賤白啊 啊 台灣這個土地去日本啊 用武力把我們揍去 啊 八年抗戰啊 中華民國將日本打敗 所以 將這個 因為開羅宣言的關係啊 所以將這個台灣拿回來 拿回來 拿回來就是 回到祖國的懷抱 1945年 一月十二 跟你宣布說 喂 1945年 十月25 開始那一天 所有的台灣人 集體 規劃做中華民國國民 所以今天你拿中華民國的新聞證 南蘇台的歷史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 來 今天要來 對 真對這個歷史啊 我會把你們吐槽 吐什麼的槽 吐中華民國的槽 來 實在說齁 這個中國人說的爬子 實在有夠多 我實在不知道說齁 要為對一點 講清楚 但是 我用最簡單的一句話跟你說 中華民國 跟日本建政的時候 中華民國是建還是建書 我這麼大聲 其他人說點點 不一定知道 他是建書 去給他們打到四川 已經走不路了 如果又建下去 因為齁 中華民國會滅亡 好家債 好家債齁 這個 好家債 好家債說 他 我不知道是他們阿公 還是他們阿祖 還是他們什麼祖先 燒過好香 美國在日本 等兩顆元祖堂 等兩顆 每一次等的都四十幾萬人 啊 啊日本的天皇 走一條 夭壽喔 一次 担下去四十幾萬 一次又担下去 四十幾萬 啊如果再担下去 說日本就要滅亡 其實他不知道 如果比較堅實 美國只有兩顆而已 沒辦法啊 啊 因為這樣担下去 他說這樣比較快 不能去滅亡 來導航 比較簡單 所以1945年八月十五 日本導航 啊 又是無條件的導航 什麼叫做無條件導航 你知道嗎 因為 1945年的時候 他在 美國英國蘇聯 有一個波子坦宣言 這個波子坦宣言 是說要求日本政府 你要無條件 沒有條件的投降 這樣 大家要來講才可以講 因為如果沒有 沒有說有條件的投降的時候 可能 很多 很多 條件 有很多 可能說不清楚 所以日本的天皇 宣佈說 無條件導航 來 先講到這個地方 這個問題 聽清楚 我先放在旁邊 現在一個問題